11月11日 2021年亚洲世界电影节AWFF 在比佛丽山庄萨班剧院举行闭幕晚会 好莱坞及来自亚洲国家的电影演员 导演和制作人 以及各界嘉宾出席了当晚的活动 颁奖典礼前 洛杉矶当地的商谷名流 电影明星出席了红毯仪式和酒会 今年代表了50多个亚洲的国家 国家和地区的电影来参加这一次电影的角足 确实是令人期待 最终最佳电影 最佳男主角女主角 最佳的编剧花落谁家 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影导演 也是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电影导演的赵婷 他带着电影叫Eternal来参赛了 同时也有很多我们亚洲国家的不同地区的电影 从越南再到南韩 这些国家地区的他们都来了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 颁奖典礼上 由来万 柯瓜什维利指导的格鲁吉亚 获得雪豹最佳影片奖 评审团授予雪豹最佳男主角 托勒彭贝根 拜萨卡洛夫和阿拉温达 基拉娜最佳女主角奖 以色列的导演伊兰 柯利林荣获雪豹导演奖 尼巴嫩的尤西夫 获得雪豹特别评审团奖 雪豹观众奖 颁给了由吉尔吉斯斯坦 阿基克派 苏云杜科夫指导的沙姆巴拉 闭幕晚会上播放了 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故事片奖的 韩国影片《逃离摩加迪沙》 2021年 AWFF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 展出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故事片 放映包括总共15个 奥斯卡最佳国际故事片奖 和金球奖最佳电影奖 外语作品和非洲之窗项目 12部电影在竞赛中放映 今年的优胜者获得的雪豹奖 由大师雕塑家丹尼尔 温爵士重新设计 全美电视台记者洛杉矶 比佛丽山庄采访报道